大家好,这是我们这款星际3D CM20S芯片打磨机 这条打磨机的话有三条轴 Z轴是负责上下 然后Y轴是左右 X轴是负责前后 每条轴都配有一个手轮是负责前后运动的 然后上面这是一个单独的夹具 它可以去掉,有四颗螺丝固定的 把螺丝拆掉就可以拿掉 拿掉之后这是整个一个平台 是平的 然后每条轴都有一个刹车 也就是锁纸的 就这个 它都可以锁纸 这个锁的话是这样的 在你转不动的时候角度不够的时候 把它提起来再往回反一下 这样再继续可以这样再锁 包括这个Z轴的话 Z轴有两条轴 这条轴的话是负责快速下降 让刀头快速触碰到硬盘的表面 然后碰到表面之后 用这个锁纸 把这条粗条 这条轴给它锁纸 锁纸不让它动 然后再用这个微分头千分尺去调整它的深度 它上边这个刻度的话是走一个刻度是一个丝 然后这边带数字这边的刻度走一个一个格的话是一毫米的深度 旁边这个是一个刻度的话是0.5 走一个格是0.5 是从这个数字这一方到旁边这个小刻度 这两个落差之间是0.5毫米 然后数字单边的话 这边的一个刻度是一毫米 就是非常准 然后每条轴的话 它都有一个线位 每条轴都有线位 这是外轴的线位 就是说你的芯片对准一个位置 然后先锁左边 又后锁右边都可以 只要把它锁纸之后 就防止它打磨芯片的时候打偏 比如说打到旁边的电容电阻这些 就防止它误触碰误打到其他地方 包括这个X轴都是有这个线位的 线位锁纸的 每台机子出厂会标配四个刀头 四个刀头 这两个蓝色蓝环这个是 一个1.5的玉米刀 一个1.0的玉米刀 这个是用来打磨芯片 用来打磨芯片的 这个刀头是特制的 就是银河这个手动打磨机 特制定制的刀头 这个刀头这个刀刃比较短 短了之后它没有刀板 就是比较适合这个 然后我们这里 也有这个刀架的一个设计 非常人性化 然后这个刀的话叫三刃刀 是主要用来主要用来打磨 屏蔽罩的打磨屏蔽罩的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旋转搓刀 是用来打项圈 还有修复中框凹陷的 有两款 有些是随机附赠的 这个是比较粗的一款 然后这个是比较细的一款 是新款可能会配这种 就是这种细的可能会更好用一些 适用一些新款的机子 这个夹具的话 这个刀架也非常方便 可以磁吸 可以磁吸 或者拿取非常方便 也可以就像玉米刀的话 像这种比较大的 就可以这样插进去 非常人性化 也比较好操作 然后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换这个装刀头 这个螺丝的话 松下来 大家看啊 这里有个洞的话 直接插进去可以 可能比较 有些不太好插的话 稍微卡一点 桌子上稍微顶一下就进去了 然后往上拧 手这样去搓 很轻松的 然后附赠的有两个专用的扳手 小的是卡上边的 宽的是卡底下的 这样用力把它锁紧就行了 然后拆刀头的话 拆刀头的话 它有两 有个台阶 就是说你第一下松完之后 你感觉手可能拧不动 它是防止刀头掉落 就是你要再用扳手去 再松一下 然后它才会直接 就是手可以拧下来 要不然你可能松了一下之后 感觉是不是 螺本或者什么东西有问题 卡住了 不是 它是这样设计的 咱们把它 把这个刀头给它锁紧 锁紧之后咱们试打一个 好 然后讲一下这个电控部电控部分的话 是这个是用来旋钮是用来调速度的 调速度的 然后这个是开关 就启动开关 然后咱们给它上电 底下是有灯的 有照明灯的 然后这个就是夹具 夹具的话从苹果8到苹果15PM都是有的 但是8代的话没有做8P的 考虑到8代的话 就苹果8的话 它可以试用苹果8 S12 S13 可以通用三款 就把苹果8这款型号给做了 好多型号都有的 苹果全系列基本上有 然后咱们把它锁到这台机器上 好 先把这个主板给它放到卡位上 再用咱们这个压头把它压住 压的时候注意 不要把其他东西碰坏了 然后就是尽可能的不要遮挡自己的视线 这个都是经过测试 一般不会说遮挡视线的 这样就是你看每一个板基本上有4到8个固定 固定点 就是非常稳定的 然后把它锁紧 锁紧之后 就是刚才讲到的 这个Z轴的话 它有一个快速下降 咱们把它调到硬盘的上方 你如果用微风头去调的话 就是非常慢 这个设计的话是解决这个问题 让它快速下降 触碰到硬盘的表面 好下面打一个硬盘试一下 然后这个刀头快速下降触碰到这个硬盘的表面 然后怎么确定它是刚好碰到硬盘表面呢 就用微风头去调 调然后去左右去可以摇一下 如果刚刚触碰到的话 它会在硬盘表面产生划伤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好 它是有一点划伤的 好 这就是刀头已经触碰到硬盘的表面了 咱们把它调到一个边缘的位置吧 个人习惯啊 每个人的走刀的方式不一样 可以自己去吃饮这个方法 然后我们打开 打开开关 打开关之后就可以调整这个硬盘的深度 用微风头去调整 然后注意看微风头的深度的速度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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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又搖 好,这是第一层,咱们用530把它洗一下 看看这个打木槽怎么样 非常平整的 然后去打第二层 好,咱们冲洗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打到了这个芯片的PCB这一层 可以看到明显的有这个黄色的就是红的出现 这就是已经打到了这个硬盘的PCB 在这个时候打的时候下招就要少一点 多打几次,不要打多了 打多之后把焊盘给打,打碎掉 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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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好 我们看到现在这焊盘已经出现了 出现之后出现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有些地方已经把黑胶打出来了 有些地方没有打出来 这个就说明这个主板不够平整 然后咱们要怎么操作呢 可以去就是说单独的区域 比如说中间这一块 它可能凹进去了 打不到 咱们可以这样去给它单独去加工 单独去加工 如果自动机的话是做不到的 它一到程序走下去之后 是没办法去单独操作的 我可以就是说整体是下工 它们这个精度是 它是OK的 它是OK的 好 打磨完成 然后松掉Z轴快速上下的一个锁纸装置 让它把刀头快速抬起来 然后松掉夹具 拿掉专用这个织具 可以看一下这个打磨效果 相当不错 相当不错 自动机的话 差不多也就这种效果